当今世界中美两国的竞争,在大国关系中格外值得关注。 美国近年来在台海、南海等中国敏感也是最关切的地方,小动作不断,美国航母经常突入南海,大有在南海和台海与中国决战的架势。 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中美决战的战场就在台海或者南海。 其料在美国智囊集团兰德公司看来,这两个地区都不是中美决战中对美国最有利的战场。 根据兰德公司分析得出的结论,美国真正的最后一张底牌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中国崛起的速度让美国感到担忧, 从而将中国视为阻碍其世界霸权的最大威胁。 而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未今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部署, 美国开始不断在中国南海与台海地区以各种方式横加干涉。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全面带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领域同步发展, 尤其是中国军力更是让世界为之惊叹。 自2010年起,中国军费开支就长期位于世界第二。 虽然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如空军、海军这样的存量军种, 长期以来就是中国重点发展的领域。 截止到2022年,中国空军和海军在先进武器装备上已经与美国达到同一技术水平。 由此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军力发展, 以免在中国周边地区耀武扬威,同时保持充分的克制, 尽量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另一方面,美国首席智库集团兰德公司又不断根据中国现有的武器与最新动向, 以不同区域为战场,展开细致入微的兵器推演。 就在2023年4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美国陆军与兰德公司分别进行了一场兵器推演, 其预设战场就在中国台海附近海域。 美国在台海周边可谓军事基地林立, 日本横须赫港更是美国第七舰队驻地、 航母、战斗机等一系列高科技武器一应俱全。 可即便如此,两场兵器推演的结果都是美国遭受惨重损失, 并且中国将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即完成统一台湾。 这两场兵器推演是基于中国现有武装, 而更早的时候兰德公司就已经做过类似的兵器推演, 但结果都是大体相同, 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受损的程度。 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 要想战胜中国就需要将战场拉得足够远。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一支庞大且强大的陆军队伍, 这支陆军后来在朝鲜战场上曾给予美军等联军以重创。 中国的空军和海军也取得了突破, 中国也加强了对黄海、东海、南海的控制, 起码在东海已经有了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而在以往都比较薄弱的南海, 以中国目前的军力已经可以做到全域监测并常态化巡航。 2023年6月,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突入中国南海海域, 很快就被中国雷达发现。 随即中国派出五艘军舰前往该海域, 同时一架轰6K战机起飞并贴近海面巡航约300公里, 直接迫使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回转使离南海。 由此就可以看出, 无论是台海还是南海都对美国极为不利。 兰德公司研究称, 在中国大陆海岸线1000公里范围内与中国交战, 美军的获胜概率失灵。 该片区域是中国重点不防的区域, 甚至无需发射导弹, 仅凭中国海军和空军的配合, 就可以将这片区域防守的滴水不漏。 而在距离中国大陆1000至2500公里的范围内, 美国与中国交战获胜的概率也只有50%, 因为这片区域依然在中国常规导弹的覆盖范围之内。 7月2日,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帕帕罗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 就曾表示, 中国火箭军的打击范围足以精准覆盖1500海里的区域, 甚至在关岛附近的尼米兹号航母都不能幸免。 只有傻子才不担心中国火箭军该言论的出现与兰德公司的分析不谋而合。 所以在兰德公司的分析中, 美国可以选择的足以制胜的战场应该在距离中国大陆2500公里之外, 且不能选择太平洋作为战场。 由此, 美国的最后一张底牌便呼之欲出, 那便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 兰德公司认为, 长期以来, 中国所关注的区域都是近海和太平洋, 对于印度洋区域事务却先有设计。 而美国奉行的是全球霸权, 自然在印度洋区域内早已做出了相关部署, 只是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相比, 显得有些许薄弱。 印度洋海域内美国的军事基地并不多, 但是都处于仅仅恶守印度洋的关键节点, 比如位于新加坡的张仪海军基地。 这里原本是新加坡为本国海军建造的军港, 后来却被美军再次驻扎。 就因为新加坡仅仅恶守马六甲海峡, 不仅是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更是进入中国南海并出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 另外还有位于印度洋上的迪格加西亚基地, 这是美国在印度洋上部署的唯一一个综合性军事基地。 虽然该基地占地面积并不大, 距离南亚四大陆和阿拉伯半岛都比较远, 但多年建设之下已经可以起降B-52、B-E等远程重型轰炸机。 这里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威慑, 曾在中东多次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东是世界关注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又云集一大批世界重要石油出口国, 美国自然不可能不在这里部署重要军事力量。 位于卡塔尔的乌戴德空军基地, 便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的军事力量。 这里驻扎着超过7万美军, 仅仅恶守波斯湾的交通要道霍尔木兹海峡, 堪称把控着世界大部分的石油出口要道。 同时,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杜鲁门号航母两个航母编队, 以及第五舰队都在印度洋和中东地区执行巡航任务, 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可谓不俗。 不仅如此, 这片区域还是中国与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国家进行贸易的交通要道, 尤其是与中东国家的石油贸易几乎都要通过这里。 一旦中美在印度洋海域发生冲突, 中国原材料进口通道很容易被美国掐断。 另外,印度洋也是中国军力影响不到的区域, 中国军舰也只在联合国的受益下在印度洋范围内 以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为名进行护航任务, 派出的军舰数量也有限。 至于中国的火箭军, 基本都是在中国本土进行部署。 而距离南亚印度洋最有力的发射点 莫过于中国西藏地区, 但是一旦在西藏向这一区域发射导弹, 则势必会引起南亚大国印度的反对。 更何况, 印度一直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2023年以来与美国的联系也日渐密切。 虽然没有导向美国的趋势, 但却不得不将其考虑进来。 由以上几点看来, 美国似乎在南亚印度洋区域优势战舰, 那中国是否也有相应的破局之道呢? 尽管美国自二战之后一直处于全球霸主地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此前的世界格局已经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的背景下有所松动。 中国也早已开始积极拓展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所以中国破局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广结良友, 为自己在国际事务和中美竞争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2023年3月, 在中国的协调下, 堪称速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国达成和解, 两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事。 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尊重彼此主权, 主张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两国争端的调解人。 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 瞬间引爆了西方各大媒体, 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提高。 而对于被调解双方, 中国的做法也受到了极高的赞誉。 更重要的是, 中国的影响力也随之被带到了中东和西亚地区, 这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东、伊朗的能源安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而在南亚,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是经历过无数次历史考验的真诚友谊, 中国援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就是中巴两国互信互利的真实体现。 瓜达尔港已经在2015年正式移交给中国管理, 且租期长达42年, 如此一来, 中国远洋货轮就有了一个位于印度洋沿岸的避风港和补给站。 一旦印度洋有变, 中国的进出口物资完全可以在瓜达尔港改换路运, 从而进入中国境内。 与此同时, 中国巴基斯坦油气管道也正在建设之中。 当中巴油气管道建设完成后, 中国的能源安全将得到切实的保障, 并且还能降低石油运输成本可谓一举多得。 今后随着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 也势必将会有更多国家认同中国平等外交的合作理念, 也将与中国一道展开合作。 至于在军事方面, 中国更主张以合作的方式来促进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安全, 这其中上海合作组织就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并承担着维护区域安全的重任。 在国际视野中, 上河组织是由中国和俄罗斯发起的, 主要由中亚国家参与的区域性军事组织。 但是随着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上河组织已经不再局限于区域安全领域, 还包括能源、气候、贸易等方面。 而作为组织开创初衷, 多年来上河组织成员国展开的军事合作也在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上河组织成员国也在扩容, 其中就包括伊朗。 2023年7月4日, 伊朗正式获得上河组织成员国的全部权益, 也象征着伊朗正式加入上河组织大家庭, 今后与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将逐步展开。 单凭以上内容, 美国预想的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与中国决战的策略就已经难以展开, 更何况中国也有另一张底牌, 或者说终极一招。 中国武侠小说里有句话叫无招胜有招, 对待美国的南亚印度洋决战策略在何时不过。 印度洋虽然与中国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但毕竟与中国主权毫无瓜葛。 中国军队的使命在于守卫国家领土主权, 而非如美国一般在他国土地上, 家门口耀武扬威。 所以美国在南亚印度洋的一系列操作, 只要不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中国大概率会不予理会。 而随着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合作日益加深, 美国再想发难, 触动的将不只是中国的利益。 届时中国得到多助, 失败的最终依然会是美国。 综上所言, 还是奉劝美方不要逆历史潮流而为, 放下全球霸主的架子, 与世界各国展开平等交流方位上策。 中国已在多个场合表示, 无意挑战和破坏现有的世界局势。 但历史潮流不可逆, 若有国家或组织想要阻挡世界大势, 必将遭到惨痛的失败教训。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